怎么看到欧尼熊这个世界 看到大部分人在批判欧尼熊 有男朋友还和另外一个男子纠缠不清 和可欣在一起是为了公私资源 可欣真是一员大头 现在大家都觉得可欣和那个LS男士是最大受害者 大可不必这样网爆一个小姑娘 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起来把他们两个人分析一下 你就明白了 可欣是从农村长大 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逆袭成功的 在他这个年龄段成功以后 最渴望的就是有一段甜蜜的恋爱 欧尼熊呢 符合了他对理想恋人的所有预期 漂亮 会穿搭 城市长大 简直是理想恋人 我也相信可欣呢 他可能就觉得 这辈子就是他了 所以你看可欣对欧尼熊可以说是百分百的好 因为从每一个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感觉 你会发现可欣是想娶欧尼熊的 那反过来欧尼熊也一样的呀 见过了太多帅哥 突然一下子这样一个男孩闯进了自己的世界 哎 肯定觉得不一样 但是在一起久了以后就会慢慢的发现 不合适 因为两个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彼此的认知和消费观都不一样 所以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尼熊就慢慢感觉不合适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办法 因为你已经跟粉丝官宣了呀 如果官宣分手 一方面呢会遭到粉丝的网报 另一方面呢 人设也会崩塌 人设崩塌就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了 所以尽管不喜欢了 但是依然不敢提分手 但女孩子的青春就那么几年 谁不想谈一场甜甜蜜蜜的恋爱呢 哎 这个时候呢 LS男士出现了 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 何况欧尼熊才23岁 他和LS男士接触 肯定不能让可欣知道呀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让你的男朋友知道吗 你肯定也不会 这个时候可欣叫欧尼熊回去 对欧尼熊来说 其实是一种压力 那你说他回还是不回 那我们都知道 他回去了 这肯定是经过他 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抉择 那从这个抉择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欧尼熊非常聪明 因为他考虑到了自身的发展和粉丝 这一方面 但这个时候这位LS男士不干了 你这不是玩弄我的感情吗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在网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爆料 虽然你长得帅 但是我看不起你 感情这个东西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网抱一个小姑娘 你真的是不够男人 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觉得可信的可能也会分手 其实也挺好的 对大家都挺好的 接下来呢 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孩 在这件事当中呢 我的观点是 欧尼熊非常聪明 首先在整段感情中 他非常的清醒 第二个呢 在感情和发展面前 他非常拎得清 他未来的这个发展啊 不得了 不信你看着 各位网友 尤其是女孩子 吃吃瓜算了 欧尼熊才23岁 不要去网抱他 这件事如果说遇到你的身上 你未必有欧尼熊处理的好 你信吗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